這版本最主要是重溫多項色 基本運算 基本上在公開試是不會獨立地問 但作為基本能力就像解等式一樣 要做得準確和純熟 首先在你理解一條色的情況下 最重要是用盡方法拆細來逐步逐步解開 所以凡是看到加或減 我們會稱呼為另一些項 所以其實在這裏 減什麼會像一刀 減什麼之前會像一刀 所以如果你抄題目或在腦中想的時候 應該是5x 平方-x 加 2 是第一個物件 -2x 平方-3 是第二個物件 最後減4x 加 1 是第三個物件 然後我們會個別處理它 但留意有時候如果你在後面這些題目 你會看到括號和括號貼合 即是代表成法 在這情況下我們沒有辦法分開它 所以我們最多只能分成一個項和兩個項 這是最基本一定要下意識就做到的要求 另外回到第26題 括號外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乘1 括號本身是沒有意思 不會改變任何東西 但後面括號外面是負 所以裡面每樣東西都要乘負 正2x 平方在裡面會變成負2x 平方 負3乘負就會變成正3 後面一樣 留意這個是負1 最多同學就忘記了把這個改變 剩下留意 x2次和x是合不合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有x2次的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就到x的東西放在一起 最後就是上數 即是沒有x的項 所以我們3x2次 加3x 加4 直到x2次和x x和常數 沒有東西可以加起來 我們就為之盡力簡化了 這條看起來很複雜的顏色 這就是完成了題目的要求 成法我們也看看 也怕大家忘記 第29題先插回題目 先插回題目 x加3和x減4 放在一起 後面有加7 x加3 先插回題目 先插回題目 雖然有些規則是怎樣跳來跳去 但是拆括號最容易理解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選擇一個括號來拆 例如我拆第一個括號 x和加3這個括號 每個括號拆完之後 都要成為外面的倍數 即是說 我寫的時候 我會寫 x加3 而那些就是 後面的x減4 我也是一樣 先做這部份 這個就容易刷 每個都乘x 所以得到x平方減4x 後面這裡 x和負4都要乘3 所以得到正3x負12 然後把同類的東西加在一起 然後把同類的東西加在一起 x和x可以合併 就變成負x 其他東西都做不到 那我們就再看看後面 x乘7 7x 3都要乘7 加21 最後的減法就是找回同類的東西 減x和加7x 可以合併 變成正6x 最後減12 再加11 21 都可以合併 變成加9 x平方 x和常數 加5 那我們就為之做完這一題 第三十題都要講 我可以先試試自己做 但十至八九的同學 都會做錯 原因是因為它減一樣東西 而你又沒有隔離空間 讓它處理好再做下去 我們要善用紙筆的優勢 就是我們可以分階段進行的東西 寧願你手忙些 寫多些東西 也不要跳那麼多步 否則會花更多時間 在這裡先講第一個括號 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因為外面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是3x平方 -5x加1 後面又有負又有兩個括號 實在太麻煩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隔離 一個空間給它 所以減一個什麼 剩下的東西 在裡面怎樣無農亂無 都不理會你 所以我們用剛才的方式 一個項兩個項 每個都要乘外面這個配數 所以x乘什麼 然後加1乘什麼 今次裡面的就是3x-8 我專心做好了這個複雜的部分 3x-8x加3x-8 又或者你在草稿裡面 直接寫3x-5x-8 都可以 沒有做的地方 照抄就算了 3x-5x加1 1加8x-9 原來這麼大串 最終的結果就是代表9 對於成法 都是一些基本技能 所以我準備的題目比較多 大家就用心試一下做一些題目 這就不只是對今次考試 而往後的數學基本能力也很有幫助